这是一张上海菲勒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 1986年11月 邓小平将它赠送给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法尔林 那时中国股市刚刚起步 只有菲勒音响与严重10亿两只股票 其实作为曾经的远东金融中心 涨海与资本市场的渊源由来已久 早在1882年 第一家具备交易所出行的股市公司成立 民众对所有股票都趋之若鹜 不加分辨 狂热抢购 申报将其形容为 无论如何 竟往复古 结果仅一年 股市就崩盘了 中国遭遇了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危机 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着手筹建官方证券市场 同年9月 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 然而 在政治和经济的全面崩溃之下 股市难以独善其身 1949年5月上海解放 证券交易所停业 为旧中国股票市场 画上了句号 在计划经济体制运行了几十年后 中国向世界宣告 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有股市 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说 要坚决地使 改革的早春 一批敢吃螃蟹的人 看到了机会 1988年 38岁的杨怀定 辞去上海铁合金厂的仓库保管员工作 揣着两万元积蓄 投身股市 成为一位职业股民 他一度每天进出股市的资金规模 达到上百万元 人称养百万 尽管如此 股票对多数百姓来说 还是陌生的 但状况很快发生了改变 1990年12月19日 黄浦江畔 浦江饭店 一面从旧货市场逃来的铜锣 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第一季开市落身 八只股票 12.34亿元市值 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幕 几乎同时 另一片改革开放热土上 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自此 以两大证券交易所为载体 中国股市从本土走向世界 透过尽头 我们能感受到时代巨变和人心悸动 这是上交所成立不久 办理股票账户的股民们 在马路边排起长队 越来越多人被发财的故事撩拨着 投身股海 股票热 持续升温 上交所在近万平米的广场上 开设了股票买卖临时为拖点 日均交易人资 获败 这是上海最早的发行的认购证 1992年 当时是30块钱一张 我买了10张 就是300块钱 300块钱当时没有人买 因为300块钱对我们来工薪家阶层来说 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我买回去以后 给我老母亲骂了一顿 他说买这个值干什么 后来大家发觉这股票能挣钱 能够挣就开始疯抢了 当时就有人向我买 说出5000块钱 向我买这个300块钱的人够挣 我想一想我没舍得买 结果是挣了一点钱了 上海工人文化工旁边的空地 曾是最大的散户集会中心 人们在这里分享心得交流消息 股市让普通百姓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变得空前紧密 1993年 谢荣新和同事们在公司阁楼里 创办了一份小报 股市大哥大 为股民盘点分析市场行情 两页纸的小报 每天能卖几千份 股市火了 不光股民挣钱 连卖信息都能发财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 市场这位老师 给人们上了一课又一课 七岁生日当天 上交所迁往浦东 告别了那面二手旧罗 还拥有了亚洲最大的 无助交易大厅 这面新铜锣 先后为一千多家公司 上市民享 2014年 更开通了联通内地 与香港故事的互港通 对老百姓来说 投资方式越来越多元 现在中国股市总市值 已经超过50万亿元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 全球第二大政权市场 他不仅承担起了 优化资源配置的历史重任 一定程度上 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 温度计 秦宇表 三十年间 中国股民与中国股市 一起经历风雨 从最初的智能 冲动 到越来越成熟 理性 他们曾经 也正在 与发展的时代 共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